我要告一下說為什麼就是你從那個17層樓 然後30層樓再乘以那個建幣率回來 會發現說好像比400還要多的這部分 事實上是這樣 就是因為在我們的建築技術規則裡頭 有一些空間它其實是不計容積 就是所謂的陽台、梯廳 好或者是這個機電設備 那這些空間走道 這些空間是不計入容積率的 所以呢一般我們在估算樓層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都會先把這個容積的總 容積率板電機先算一個總數再乘以一個1.3倍 就是我們估計那些空間可能會有 還會再增加1.3倍 然後用先乘以1.3倍之後 再去乘以這個可供建築的面積 所以才會得到13到15層樓 或者是17到19層樓 並不是去做偷渡 好所以其實包含像這個南側啊 你們可以看到的這個基地啊 就是最近才剛完成的一個12層樓的一個大樓 它事實上它的容積率是只有289 可是它其實它還是有蠻多的免計容積在這裡頭 並不是用偷渡的部分 然後再來是說講到這個平均的這個 第一個是有關樓高的部分 我們確實民眾可能會擔心說 我們現在說17層樓到19層樓 或13層樓到15層樓 會不會很極端 有的呢5層樓有的29層樓 事實上其實我們不會有這樣子的規劃 在我們自己內部去做模擬試算呢 目前出現就是如果說在我們為了盡量保護這個樹木 然後原有的這個植栽能夠留下來的狀況 其實我們目前估算最高的樓層就是19層樓 所以我們其實17到19層樓是讓大家知道 那但是呢如果為了靠近住宅社區的部分 有一些量體是要比較矮一點 那可能有一些量體會高一點 但是我們目前估算最高的量體 其實是沒有到就是19層樓 那實際上呢還是要等到我們這個案子呢 後續的這個開發 我們也會徵選的這個規劃建築設計團隊出來之後呢 會有比較詳細的這個一個估算的模擬 然後再來是說林口街80巷這邊 非常關心到說那個退縮的這個平均跟最小的部分 可能也是要跟各位報告 就是我們目前規定是說最小的部分是20公尺 可是因為我的建築物配置我其實不是一面牆 我不是說一面牆 然後讓大家跟他都是等距離的這個寬度 所以呢最少最少一定都會有這個20公尺的這個 退縮的這個開放空間 但是有一些地區呢可能因為這個臨床的間隔 或者是說剛好建物也有通風採光的這個需求的時候 他可能某一個某一個是比較內縮的 那所以我們是說平均一定會有30公尺以上 那剛剛這個林里長這邊有建議是說 是不是我們可以三邊連這個現有的這個計畫道路都把它變成補足 變成30公尺 就是北邊的這個20公尺的部分改成是22公尺 我想這個部分發案局可以來做這個配合 然後這個是有關量體的部分 然後剛剛還有就是一開始的時候有提到說 這個設斧設施用地裡頭來設這個公營住宅 然後公營住宅的這個住宅區裡頭沒有辦法做設斧設施 可能我要跟各位報告 依照台北市的法規呢 住宅區都是允許做設斧設施的 所以其實目前呢在我們的新隆的公營住宅裡頭 它的一到三樓其實我們也是有社會福利設施在裡頭 並不是說公營住宅的基地不能做設斧 其實市政府其實各個單位有需求 原則上都會是希望能夠滿足各個單位的需求 然後做一個土地最大的一個效益的這個部分 機關用地確實是不能做住宅 但是我們這一塊不是機關用地 我們這一塊是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在95年的時候允許使用的項目裡頭就包含住宅了 在95年調整都市計畫的時候就已經包含住宅了 然後另外呢要說明這個環評的部分 事實上我們在95年變更都市計畫檢討的時候呢 其實在都市計畫審議階段 或者是在都市計畫書裡頭 其實都沒有去說明說到底是要環評或不環評 就是回到開發行為因實施環境影響服務的相關規定 那因為在那個時候的這個開發方式 包含設定地獎權或者是BOT 或者是政府編列預算裡頭 那有一項是BOT 那BOT的這個整個規模 那個時候是委託的單位就是博德 他來做一個整體開發 連公園都有地下停車廠的開發 這整個大的規模來做一個開發的時候 6.5公頃他基本上是 超過開發行為因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我們在95年變工都市計畫的時候 調整都市計畫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有設定要做BOT 但是那個時候根本還沒有博德公司 所以有沒有要環體 其實是在95年都市計畫的時候是沒有討論 那現在民眾關心的是說 我現在是3塊嘛 那我如果現在 因為我現在公園的部分是 其實公園基本上我們是維持現狀 原則上是盡量避免去做地下開發 然後就是他現在就已經本來就已經有做綠化的部分 所以公園的這個 目前其實是已經是一個可以利用的狀態 那未來的這個商業區的部分呢 是由財安局來做設定地上全 那社福用地的部分 市政府自己編列預算來開闢 所以我們是有不同的開發主體 不同的開發內容 那依照現在的開發行為 因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的規定的話呢 如果我在社福用地的這一邊 我如果建築基地的這個大樓 沒有到30層樓100公尺的部分呢 就我們現在的法規的規定 政府設施用地是可以不需要進行環評的 那在商業區的部分呢 商業區的部分呢 商業大樓的部分呢 依照現在的現行法規呢 是20層樓70公尺 才是需要做環評 那實際上商業區的這個部分呢 未來會不會需要涉及到這個環境影響評估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要看未來的格標廠商 那在社福用地 目前我們並沒有規劃 會蓋到30層樓100公尺 法蘭局是不是先做這樣的補充 好 那就我再把環評的處理一下 環保急熱的代表 謝謝 谢谢大家